来到第六场,四班千二米了,另一组的赛事 快放马好像也挺多的,跟前吧 上一次在前面烧,这次12档用黄进,是不是尽量想抢呢? 只要玩一档,当出阶正常没理由不放,天志堡,军月湾这些牌外档甚至是升职,都是有些前速 关性积极可能会守好位来跑,属于前字马那堆,这一场也挺多的 所以步速未必要太慢,通常啦,不过我这么说,不是滑头 个个都夺到快步速的,就像刚刚的谷草第七场,即上个星期 实力飞驱,我可以自己单骑放领,会不会又今场变回一只马放头呢? 那倒是临场不得而知,但正常来说,那堆马的跑法没有全部捉到后面 所以我觉得这场生奇捕可能在这场形势里面有利 上一次就输了少了10万个地,11档,走了3碟 可能归咎于场地的问题,希望今次就不会遇到失漫地 他在季内里面赢两场,有一场是五班,一场是四班 他都可以首个位置是四、五位之间的位置 好,带大家看看这场四班截圍,1月6日的赛事315种场次 长生奇捕现在在哪里呢?被船风队遮住了,刚刚在4-5位入直路 今次的对手都是有关性积极,还有去了旁边那组 直路移出来中间,这115磅的长生奇捕 一路转移之后,冲上来的姿态也是好 这一场的时间,前面也是够快的,回来就慢一点 因为都是教你后追的 但我预计今场刚才也说了,他真是这三档可以进口攻退可守 他应该可以捱近一个好位 虽然文家梁马房,一些开楼大少赢了两场之后 近场就比较失望一点 不过如果以他赢的赛事和跑法来计算 我认为他仍然占上风的味道 重视他之前只不过跌了五班 可能现在才慢慢反弹也未定 与其热门的升职,可能会升职啊 惯性积极啊,都是一些未证明过 马普或者惯性积极都是比较难赢 所以呢,我还是先准备首选里面 如果你是怕真是常生奇葡 是否交代过留下櫃来用 留下楼下櫃来吃呢? 那四个凝卧性积极,可能真的要交代了 虽然这个路程,他只是跑过一次 但未上名,看同情 但其实都是怪略的事 看回那场221吧 这场221,前面化学旅游 以一个轻松换敌的姿态 就赢完之后,就逃到后继 但这场的时间都是前快后快 一个很好的时间 立刻刻刻刻一下 那只的刑华性甲在外档上来 圈得不太正 即是在旁边的橙三 爱飞1号最近都赢了 这场的刹的水准 其实不太差 外面就是我愿意 之后都赢了 这只刑华性甲 纵使赚少暴触 但是他回到来 都没有被赢的爱飞1号 或者白芯之后 是拋掉的 镜头就远一点 即是他跑回一个 不脱截的第五名 这场 如果今场的暴触形势 真的都帮他的话 这只刑华性甲 可能受位都未定 而今季的表现是稳定的 上一场491 其实赛的水准不差 上一次刚刚介绍的名将之星 即配角 那一组都是一些强组 阿凡特,看看什么时候出 冲啊再出来轻松赢 上浦晚仗里尔拿督又包回 名将之星 刚刚说阻碍完之后 就是再追 这只刑华性甲 就当他上一场回一回 因为之前他博得很密 所以这只刑华性甲 今次回来 他会赔上一场有个优势 现在想想想 不如把他推翻做首算 因为上一期 我刚才想想 会不会是吃饱了 又或者 这期好像比较多 就是说 留有以待 仍然是中年马 未交代 可能他的心意更加明显 都未定 所以400这一对马 可能形势上 泥地OK 可能也不需要和你斗放 是好跑的 第三次 三号码升 上次买到三十多元 但是他的泥地杂 就 拍着实力飞去 文武千封 后面也不太好 他说 10万泥地 他放在前面走 他会有好处 搞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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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次要选择 这次要选择升职 因为排入内档 正正等于实力飞驱事件 如果实力飞驱事件 如果实力飞驱事件 如果实力飞驱事件不够快 其他不放或不够快 升职可以快 有些前租 可能会比自由王快 自由王有时出门 不是把握得太好 二档是够積極的 可能会够積極的 可能像浩壁哥 这个马防也是很多变身 排演一场之后 会进步的马匹 制宜和上次不一样 没有马抵住他 因为他在神货里面 都喜欢扭着头 把握得太好 所以如果是拼前战马 我拼回这次升职 可能变数会最多 因为天赤宝 军月湾 自由王 上次都是一个强组 但是排入葛梁 又双重加绑 我有点担心 所以白分升职 而旋锋队 帅哥一定不太好 这次Sidekick 也有点点 但是他 奶念他 也是可以 不需要跟你斗场 跟好位置 他有点低级版的 八心之右 但是 QT选 食用彩的脚 就包回他 另外 惯性积极 形势都会是好跑的 上次都是 被一只好好的 扔掉 他都快捧出来 顶住八心之右 都是属于 变线的配角 第六场 选了4号 凌华性甲 调回组正选 8号 常山旗袍 3号 升 12号 船风腿